植化素都具有数百种机制 来帮助预防疾病的发生 抵御癌细胞增生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Zoey 过去我们学习的都是以五大营养素 也就是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脂质、维他命 矿物质为主要营养学 纤维被称为第六营养素之后 也有人将植化素称为第七营养素 不过这种称呼方式是错误的 植化素不是维持身体 生长发育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但对维护人体健康 调解生理功能和预防疾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我们都知道 多吃蔬果可以减少慢性疾病的产生 并认为蔬果中丰富的维生素 矿物质、膳食纤维等植物营养素 是减少疾病的主要关键 但是蔬果中除了上素必需要的营养素之外 还有植化素 植化素是天然植物中的颜色素 味道及自我保护机制的物质 科学研究证实 植化素是蔬果中真正预防疾病的物质 其功能广泛多样 有些成分具有抗氧化能力 有些则能提高免疫力 摄取过多的碳水化合物 会导致肥胖与糖尿病 摄取过多的脂质 会引发高血脂症 摄取过量盐分会形成高血压 另外现代人经常吃快餐与动物制品 容易让体内产生自由基 当细胞内的自由基增加 跳脱自己的细胞趋势 影响到周围的细胞时 就会产生氧化性损伤 直接导致细胞受到损伤 并且增加了细胞毒素的浓度 久而久之就会造成身体发炎形成疾病 一般来说植化素多半存在于植物的表皮纤维下 果核、菜筋皮下及种子内等 比如说葡萄里的植化素都在果皮和种子内 虽然植化素并非人体维持生存所必须要的营养素 但幸运的是植化素能够在人体中发挥它的魔力 植化素是植物的化学成分 它不仅能保护植物本身 更能让人类多一层防护罩 抵御癌细胞增生 有效地清除体内对身体有害的植物基 植化素都具有数百种机制 来帮助预防疾病的发生 而白里卢醇是最有代表性的植化素 它具有强力的抗氧化作用 和能够激活体内的长寿基因 因此补充白里卢醇就好像为身体提供 一支强而有力的军队 预防疾病或延缓疾病的进展 通常我会选择已经处理好的 白里卢醇补充剂 The Original选用的黑皮诺葡萄 并使用低温超零件流体萃取法 萃取能够完美地保留 白里卢醇活性不被氧化 保留白里卢醇的营养成分 到达99% The Original Resveratrol 同时还加入了6大多分 能够有效地消除机体 过量的自由基 避免细胞损伤 从而起到防护作用 The Original Resveratrol 健康防线 白里如春饮